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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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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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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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重複數次這個動作 先掌握好如何控制肩甲骨周圍肌群後 接著我們技術這個感覺 來做一次引體向上 首先自然的垂吊在鋼上 接著收緊肩甲避免手肩 停在這個位置後發力將自己拉過槓 你要想像把自己拉到槓的上面 或是將槓拉到自己的下巴下方 都可以看你覺得哪一種方式比較好頂部 接著我們再來做一次 自然垂吊在槓上 收緊肩甲後發力向上拉 要記得從發力向上的那一刻開始 到下方的整個過程 你的肩甲都是維持在向後收緊的狀態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畫面的左邊是 沒有收緊肩甲的狀態 這也是為什麼你總是在練體時抓不到後面的張力 每次都是手臂先摔 如果垂吊在槓上對你來說太過吃力 我們也可以徒手練習 來放鬆肩甲到收緊肩甲 手肘向後拉到自己的身體兩側 同樣的技巧我們也可以運用在滑輪下拉 握好握把後呢 先控制好肩甲骨後收再發力下拉 比對畫面左右就可以明顯看出 有沒有肩甲後收對於倍率的張力明顯不同 同樣如果你的肌力不足以拉起自身的體重 我們也可以先靠彈力神訓練 接著我們來進入第二個部分 靠著改變引體向上時的身體角度 來重點刺激不同的背部肌群 我知道很多人想靠體練出倒三角 但是不論怎麼練 背部的肌肉線條出來了 但後背卻還是沒什麼成長 有可能是你在訓練引體向上的時候 角度過於直上直下 那垂直的引體訓練呢 雖然同樣會刺激到後背 但我們今天如果改變一下 上拉時的身體角度 就可以讓後背的刺激更強 也就是接下來我要示範的 胸式引體 有別於畫面左邊的正手引體向上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畫面的胸式引體 在上拉時讓身體向後躺 那槓的落點會落在下胸的位置 如果你能夠讓槓貼在下胸上面 做到最大的形成那是最好的 那記得在做引體訓練時 不要太依賴你的爆發力 你啟動時很用力 用爆發力瞬間拉上去後 就把張力放掉 那對於肌肉張力的刺激也會大打折扣 在重訓時離心是非常重要的 最用力的時候反而是最頂峰的時候 也就是槓碰到胸的那個瞬間 反而要更用力撐出那一下下 之後呢緩慢下放 努力維持住身體後勤的這個動作 同樣我們也能把這個技巧呢 運用在滑輪下拉上 比對畫面左右就可以明顯看出身體角度的差異 當然啦如果是靠滑輪下拉訓練 可以改用坐姿滑船來訓練水平拉 刺激不同的後背肌群 如果你覺得正手的胸式引體負擔太大做不起來 我們也可以用反手引體的方式 雖然會吃到更多手臂的力量 但也能讓你維持更好的工作模式 最後呢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安排的引體向上訓練計畫 讓你更有效力的進步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 一次能拉四下 跟一次只能拉四下的練法就會不同 那原則上呢我們就先以7-80%的最大次數 來做主速訓練 如果你能夠一次拉十下 那我們可以用八下來做個五組 那如果你只能做四下 那也沒關係 那就用三下來做個五組 那每週練習兩次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月之後 我們有沒有進步 也許你可能從原本的一次只能拉四下 只能一次可以拉到五下了 那我們就調整一下 應該是用四下來做主 主速訓練的目的在於累積訓練量 同時也讓你維持在好的動作模式下訓練 切勿操之過急 在動作跑掉的狀態下 還硬要多做那幾下 對於整體的進步來說是比較不必要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引體向上技巧 祝各位男士都可以練出腿背 各位女士都可以練出仙背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呢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